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物才叫以德 什么叫未断令断 偏邪 那才是过去的 心里面应该要另其所断的地方 原物以德就叫做智满 就是绝满 绝满叫原物 绝满这是真原物上 那为什么叫做德呢 你不是想决心之中那根本母所得吗 那为什么说德呢 这个德是在绝满之中言德 什么叫绝满之中言德 你在在决心之中 它才是一切法中的最具足处嘛 那叫德 你被绝了 你以为有感觉 你以为得到什么感觉 你以为抓得到什么感觉 那叫失 本来是你根本欺民的 绝满当下的本来 骗德的具足 那个德 但是那个德中不是 堕在众生言辞的 那种委屈执着中的德 刚刚讲的药王都烧两臂了 你回去归家 那个清净实受 那两臂都当然 都要什么都要在佛前知道燃壁 燃此两臂 这个燃有光明相 你要是真正知道决心 你自然就不在一切事件作用上面 再说什么执受 再说什么执 执跟取 因为你知道是在决心上 所以叫面对佛燃壁 在面对佛燃壁当下 你一定看到你现前的 必定在决心中的担当 叫还复如故 所以你真的是诚心 你面对佛燃壁当下 就是你还复如故时 这法华经中讲的 故事你以为还有那个 一次一件件次来的 他是告诉你 其实这个当下 我说星辰时 你叫大众见我 两臂还复如故 大众为什么叫大众见 就在他能够入一切众中时 就从决心中的两臂 那不是过去 你站在自己感受的 妄想执着之中的 那个两臂 那还复如故 所以你站在决体上 那一定是什么 那一定是根本 绝满的本来的具足 那是德 叫为德 令德 所以为德令德 不是还有个东西 让你可德 你阿诺多罗三秒三不停 你都不能说有所正 有所德 如今为什么 还要在告诉我们自己 为德令德 所以为了讲这些 为德令德 神就说 阿过君愿 菩提心 你要正菩提心 方便说为德令德 虽然讲这句话时 仿佛好像能够达一些毅力 可是在行者上面 还有很多的 为戏为民 你不必可以在文字上解释 你反而要在文字之中 直下担当 那是决心的必定 具足信德 信中的德 不是那个德 德恨的德 就是这个德 不然我们过去在感受上面 那都是诗啊 那为断令断 为断令断是在哪里说 智解中说断 清净的智解 在智解之中 站在大智之中 照进一切时 它根本不是苏福 它根本不是浮着 你怎么会站在一些感受之中 都是浮着呢 那叫未断 哪个未断 智心未断 什么叫智心未断 这个智心未断 不是把智心断了 是智心不大明嘛 像我们断那个 有那个案子 叫断案 断案 叫做明明白白 叫未断 因为你智心大明 所以一切智直才能够断 才能够解脱 才能够叫断 所以一切法中的智心 若是没有脱 这表示你智解未具足 智直未脱 表示你智心不到 智心若到智直自脱 这是汉川佛教告诉你 当下还家的地方 不是真有智直可脱 而是你要真正正得 你的根本智解 你智解之处 过去的成像 依然宛然在前 但是这就不是 过去的夜感之中的 种种浮着的 种种妄想纠缠 那叫未断令断 所以前面的未得令得 未断令断 你若是明白时 那你当然知道 贪嗔爱慢 禅取嫉妒 对境不深 什么是贪 在感受当下 绝在现感受时 你还忘取寝重为贪 寝重还有寝重 寝啊 就是心向前寝 寝重为贪 然后在那里面固执 己见是称嘛 就是称嘛 然后在里面 在这上面不断的 交缠 不断的纠缠 就是爱 那感受上面 不就在纠缠吗 你念之间 就不可能从感受中 的纠缠中 体会一下 觉得纠缠的是谁 你永远都是在感受上面 套其他的感受 感受上面 缠下面的感受 纠缠为爱 然后在那里面 纵意 清心 就是慢 放纵 从此有放纵 我说那个慢 你可能体会不出那个慢 但是你会发现 心底深处 就一股力量 让你不断如是放纵 就是慢心 你在感受里面 你一定不肯 归到绝体上来 你一定不在决心中瞻 永远在感受之中 在思维上面 不断套进思维 慢心 使然 将来你在这个思维上 套思维中 你要是突然改变 突然觉得 有一点体会 你自然就会抓着这个 有一点体会 起成慢绝 众生烦心就是如此 就是如此 所以总在种种感受之中 起成如是如是 都是慢 缠取 缠者是七伪 为缠 取叫不正 什么叫七伪 你永远宁愿被元气所欺 你永远只是说话 这元气的 种种的原甲 为真 原甲就叫作为 你被那元气 缘分 能够欺什么 欺你根本的绝名 障碍你的绝名 那个叫产 然后不正 不正就是在这些趣味之中 就随足一切感受 你你之间 去向下流转 那个感受之中 那都是随缘的 随缘的感受 就是不断的飘蛊 不断的飘泊的感觉 为什么飘泊 再黑是黑 再白是白 但他毕竟都是决心 他不可能永远是黑 所以他在黑中突然转白 他又感觉到他整股势力 又飘蛊到白 在习 他又觉得整股势力 突然飘蛊到 造幽 都是在那边飘泊 鼓动 所以那叫不正 所以要是正 那觉得鼓动都是一眼 觉得黑 是绝 觉得他飘蛊到白 也是绝 觉得喜 是绝 觉得突然等一下变化了 又到怒 那也是绝 那他才叫正 你站在决心中 看一切感觉 是正 你就会发现 你真的在感觉中 就是飘蛊 叫做曲 就维曲 你就随那个形 受那个形 他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你就受那个形 就变化 一直在那边 他给你一个歪的形 你就变成歪 他给你一个三角形 你就变三角形 受那个形 受至于形 就是曲 就是曲 那就是缠曲 嫉妒 刚刚上次就讲了 就是随足 那个感觉 不断随足 因父的感受 在上面 不断的增强势力 然后气血 住内酌 那叫嫉妒 启成种种 心里面的怨弦 那都是嫉妒 但你这样子 讲这个名字时 你就会知道这些 这些业上从哪来 都从被决开始 才有后面那么多的 贪嗔 爱慢 惨取 嫉妒 对决心的当下的 这种贪嗔 爱慢 惨取 嫉妒 你都明白 你自然在一切 现前的对待之中 贪嗔 爱慢 惨取 嫉妒 你才能够对质 所以那个对质 才是在根本上对质 它不是在人 我的行为之中 知道我不要这样做 不该这样做 如是而已 它是知道我为什么 被决才会启成这样子做 那是当下在本来 在根本之中 只断 那完全不一样 同样你用了一身的力量 你同样用了一身的精神 可是你却只是在皮毛皮表上面 不断着说断 说质 那将来就还你一个皮毛皮表上面的福报 人天 就是如此而已 所以那种对质 你才知道原来那些心中的这些贪婉 这些业障 其实就是被绝而来 比我恩爱一切极灭 什么叫比 执净 就成比 你执着那个境界就是比 执着一切感受境界就是比 当境就是我 当境成我 执着那个境界是比 当境 当的那个境界就是我 所以任何感受之中就有比我的现象 因为就有比我的现象就起成种种心中的比量 计较 对待 计量 所以在这个上面永远感如是因缘 就在彼此之间的计量之中感如是因缘是恩 那心里面就从你从此以后情迁 情 本来是决心 毕竟能够知道一切法的情 你却躲在情中的种种迁流 躲在感情中的迁流 从此情迁 交缠难分 就是爱 你在那边纠缠 不但难分 就是爱 所以你到世间的那些执受的爱 从哪里来 就是决心忘记决体了 从此情迁 在上面纠缠 你要是指到了人物的这种出着的爱 都是如是而已 背绝而来 所以你永断那种纠缠 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大爱 那个平等心中他能够等线一切 平等心中他能够酝酿一切 平等心中他能够渊轻平等 那才叫大爱 所以若是不是在决心上执下担当的 若是不发菩提心的 若是不受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不是绕的那个题目 不受菩萨界 有人说不用受菩萨界 就是受我们这个团体的某一个什么信条就好了 你将来就是什么样心条的人 将来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再做什么某某人 就不用受菩萨界了 胡扯 讲了你们大家觉得说 你四自然既然要讲干嘛 再来当慈禁人 不要受菩萨界 受慈禁人就是菩萨界了 那是自己佛子断灭佛法 法你都不清楚 法你不要看到 只是那些戒相戒条那些遗鬼 他传递的是一个心 这令令之间赤神肯要 在佛心上学习的发心 他已经面对于佛的发心 虽然最终面对于佛还是很茫然的 但是已经在茫然的意识之中 已经有那一点心火的光明 他将来总有一身 才会真正知道 所有一些烦情念头现前处 他念念之间都对到于佛 对着于佛 对佛就是什么 那念念之间知道是绝 因为我们过去念念之间违背绝故 今天告诉我们念念之间 本来都有如是如来的万德 庄严如是德相 本来都具足如是决体 德相我们都还在怀疑吗 我能成佛吗 我有佛性吗 你不知道这句话都是佛性所现的吗 都是决心为你献贤的吗 但是没有方便 没有那些遗鬼 没有最初从现前众生的业感之中 用种种行仪 种种生根行为的举动 让他明白摄心 他也没有将来真正能够找到自己本来面目的机会 所以那叫可怕 那是真可怕 有的时候不是在骂人 不是说是自然供高 那供高当然我凡夫都 我承认一定有供高 不可能没供高 凡情那一念都具足供高 但要为正决体都绝对具足供高 但有的时候要讲的那些话是因为要破斥现在一些不正当的声音吗 你真正有那个因缘 你设那么多众生 你要更能够再借这个机会 弘扬大圣 弘扬佛法 你怎么会老是设下种种障碍来障碍佛教呢 什么叫障碍佛教 障碍真正启发众生心中 面临之间掌养他将来必定决心大明的因缘呢 叫障碍佛教 叫断众生佛性呢 那叫可怜 所以比我恩爱一切极灭 在比我当下境界之中 你为什么叫极灭 极灭不是不知道这一些感受 只是你因为知道是绝的 当然是极灭 这种境界唯有谁知 唯有佛子世子能知啊 镜子召见镜色就是极灭 因为镜色就是镜子 这里面还要分什么吗 方便用语言名字告诉你镜子镜色 其实告诉你的目的就是告诉你 镜子镜色就是一个镜体 那一个镜体所限的镜色 有不及近吗 所以它只是现色而 它只是名字而已 有不及近吗 它只是我爱我像 一切感受相状而已 名字而已 为什么有如是名字 因为它只要是从觉入觉时 你要看到从觉入觉感觉这个区块 它就具足如是名 但是你感觉这个区块 哪个不是绝呢 虽然你可以解释感觉这个区块 你事实上心底中你真正知道 那就是绝 你只要不要随绝在现绝时 不要随着感觉后面 又真正以为有那个区块 跺在那个区块上面 这样讲 我认为我讲得很清楚了 你们听得会不会很糊涂 不知道 镜体跟镜色就是这样子 镜色当然就是镜体 但是镜色就是镜体 镜体现出镜色时 就仿佛镜色就有种种直受慢 贪然 纠缠 那为什么如是 像就是如是嘛 你为什么知道像就是如是 因为你知道镜子 那既然知道是镜子 镜色显得有什么 有何方 因为像就如是 反而如是嘛 就是像 所以它才能够显出意境 才能够显出这些 这些幻化之中的种种的势力 没有那些幻化的势力 那你也不叫镜子 感觉就是这样的嘛 所以你明明在对镜当下 是比我恩爱 对镜当下 对镜当下 那些恩爱过去 有比有我 对境界之中 那种心中的根本的 过去不认绝体的那种望重 那种烦恼 你已经情经经 已经断掉 断掉就是你你之间在绝体上 哪有比哪有我 比我上节都无 何况还有种种感觉跟觉 何况还有觉与不觉 那是真和和 那是真一体 所以那一体之中 它能够担当种种不觉 它知道什么叫不觉 那你在说不觉的时候 不是还是觉吗 你不是不觉在知道不觉的 不觉不能知不觉 觉得不觉不是还是觉吗 所以你不要我一辈子 你不要我好像忘记了 决心的作用嘛 你不要老是忘记 你根本佛性 灵灵之间 都是在为你如实呈现 如实现前的嘛 所以那个叫做一切极灭 那当然极灭 真正的极灭 所以那个极灭 再也不是那种解释 什么都没了 心不动了 风就不动了 翻也不动了 都没了 那怎么体会都不动了 就咔停在那边了 定格了 本来不动 法性就是如此 你知道法性是那一切本来 一切世界本来极灭 本来极尽 那个本来极尽之中 你听车声 马车声水声 风声雨声 一些虫鸣鸟兽 种种 叫声 也都觉得大极尽 都是极灭像 都是大极尽像 都是极灭像 因为那是心极尽 故 心极灭故 你知道法性如是故 所以那才是真极灭 佛说是人 见此成就 佛说是人 你是要站在佛 大绝体上看 看一切 现在的起心动念 那叫做人 一切人情 人响 那叫做人 你站在决心中看 一切 现在所有的一切 过去 勤想执着 现在连我 现在这一念心中 想要回头 也是勤想执着 还是在人的 这个区块中 发的愿 那人的这个区块中 发的愿 你要在你心底深处 用佛的道理来解释它 这是行者的方便 体会得了吗 你现在发愿 还是在人的这个区块中 发的愿 但是你却要在 心底深处 你要用佛的道理 来解释它 儒家讲天人合一 佛门讲佛人合一 再开玩笑 就是你直接 你要在人上面 人想之中 你要体会那个决心 你为什么能够 体会那个决心 因为你已经知道 那个道理的明白处 所以你在人想之中 你自己发的愿力 都用在你的根本 决体来看你的愿力 来解释它时 你就不是坐在 住在人像之中 过去的势力 你反而是 假借过去人像的 种种作用 你反而更能启发 决心根本 其名无作的 种种的 其名 那个大名 这样反复思维 佛说世人 见词成就啊 那你说为什么 这句话这样讲 前面不都告诉你 直接念念在绝吗 那这句话 讲的意思告诉你 念念从绝思维 也没有离开 现在这一个人的区块啊 但是你在这个人的 这个区块 你却不能够违背 绝体的这个区块啊 因为你不违背 绝体的区块 你将来会发现 你所有的心中的体会 解释 你居然都是在 大绝体中 在从头思量的了 大从头解释的了 那叫佛说世人嘛 所以在这个上面 我揭露了一段 大般若经的经文 我没有 来不及 所以我念就好了 因为来不及 所以早上就抄的 我比较辛苦一点 头昏眼花 还抄那么多 抄要是 抄少了几个字 你不能怪我 大般若经云 以佛无上正等菩提 无自他性 佛的无上正等菩提 没有自他性 因为觉得自处就是觉嘛 觉得他也是觉嘛 觉在显自时 好像有自信嘛 觉在显他时 好像有他性嘛 他为什么从自中能显性 他为什么能从他中能显性 是因为觉性让他觉起故 因为在自中有觉性的 觉性现前故 所以才自中起成种种性嘛 因为他觉中有觉的性 所以在自之时 套上这个自 自就成起成了 觉中的性中的作用 自起的觉中的性中的作用 你就以为是自性嘛 觉性套到他时 从觉 本来根本就是觉性 觉性显出他的那个性 其实觉性显出他的性 是觉中所显的他 可是你在他的那个性嘛 他马上就变成了他性嘛 不是吗 你仔细思维自性 他性根本他自己 不能够成就中中性 是觉性显的性啊 这觉性没有自他性 无自他性 以无性为自性故 这个无性 这个无性为自性 这个自性不要再多 在自他的那个自性 以无性为根本 大觉的本来面目 自性故 所以佛说 我本修行菩萨行时 通达无上正等菩提 他在行菩萨行时 通达无上正等菩提 就是在根本大觉 正等菩提 无上正等正觉上 正等菩提上 他体会那个自性 自他而行 明白那个自他而行 皆以无性为自性 能够知道应该 只是无性为自性 所以这个无性 他也不会住在无中啊 所以他才能够 随自变化 随他变化 能用一念相应妙会 正一念 因为性中的决心 相应妙会 所以在自能成自 在他能成他 所以启成自他而行 能够变化 种种自他 叫相应妙会 正德无上正等菩提 才能够正德无上 因为他能够显出 一切作用 才是正德无上正等菩提 你要在最初行菩萨道时 你都要还要通达 根本要以无性为性 为自性 因为你知道是无性为自性 所以你自然就能够担当 在自在他当下 显出种种性用时 显出种种作用时 你不会去避开他的种种作用 但你也不会着持 真以外有自他而行 因为你就是知道 他其实全然都是决心 决心没有种种相 所以他也是无性 但是他能够 随缘献出种种作用 也献出种种相 所以他就是从无性中 一念相应妙会 成就种种性 于是在一切法中 毕竟不离本 在本中 他必定能达目 这叫做无上 正等正觉 这是大不若经讲的 所以正的无上 正的不敌 又说又云 如是如是 他跟善线说 善线 善线就要解空 解空要善线 听懂吗 善线要解空 解空不能离善线 解空之中不限 那叫做望空 断灭空 善线中不设解空 善线叫狂妄 所以善线是解空第一 所以他叫善线 无道修行 善线一切法皆以无性为自性 一切法都是无性为自性 他为什么一切法无性为自性 因为他一切法不离决性 决性根本都是以无性为自性 所以那一切法启程之乎 知乎他当然一切无性为自性 他不是有一个自性 他性已然在那里 叫自性他性 讲生日已然就是一个自性他性 在自就不会知道他 在他就不会知道自 在自不知他 在他不知道自 就已经断掉决性 你彼此之间 还要能够彼此之间 互相通明通晓 那才叫决性 为什么能够通明 在自能知他 在他能够知自 在自性之中能知他性 在他性之中能够明了自性 在能够通晓的当下 那是佛性 佛性是无性为性 非自非他 所以非自非他 主自他而性也 都是无性为性 假如他真的有性 就不知道他了 不知道他了 在自有性就不知道他 在他有性就不知道自 为什么在自中能够知道他 因为无性虽然现的是自 但是全体可以明他 所以这才能够叫做圆满 这在世间上 你在才会知道 这个绝招智慧 才能够圆满 才能够周圆 彼此互相都能够了然 都能够圆明 所以叫做无性为自性 我本修学菩萨道实 无道修行 他没有道修行 我学菩萨道实 念念之间 知道无性为自性 不但是知道 决体无性为自性 也知道一切法 无性为自性 所以他无道修行 修行什么 布施尽界 安忍精进 尽律般若波罗蜜 那你说那六度 那法师你会讲 我也会讲 当然无性为自性 这样布施啊 那怎么样布施呢 每个念头 随缘处就是布施 你有没有道修行 无道修行 布施 布施 布施就是大觉 随缘 骗布处 施为现前处 布施嘛 那你说 将来讲 那个布施 不是要布施 救济贫乏吗 你先要拿你世间 以为所得 懂得去救济 世间所的贫乏 是让你将来 见证发现 你那个心性之中的 本来的富足 富庶 因为就是你抓着 世间的有所得中 你才能够 才躲在世间的 贫乏象中 你抓着有所得 就是刚刚跟你讲 你真的在有所得中 反而败坏了德嘛 心性之中的 根本的原名 才是德嘛 叫为德令德 就在有所得中 才是贫乏象 所以要你抓着 世间以为的 有所得的财富 不是现在 根本世间最穷困处 是帮助你消你的根本 照不见不了 自信之中的 富庶的业障 那只是方便 将来告诉你 灵灵之间 要看到你的不实 看到你的 灵灵 绝体的 虽缘献绝处 既然知道是大觉 虽缘献绝 当下的无道 无道 思维 没有道 无道修行 行得菩萨道 所以自然而然 就在一切感受 不管是自信 他信之中 他永远不失什么 不失觉性的律动 他绝对不会失去 绝终的 根本清明的 行仪 那叫做 境界波罗民 他不会失去 那个律动 你当然 违背那个律动 就违背那个行仪 所以有一些 心里面 你真正担当 你真正那个 明相时 你真正知道 你是 你为自己 为自己立明当下 你都应该在心中 你会感觉到 你会入到如是 氛围中 入到如是 律动中 那个世界 在为你更真上 怕你更不明 所以在为你 借条为你约束 在约条 借条为你提息 这借条跟约束提息 就是让你更能够 融入 在心中立明当下 深入那个 真正 在那个名字当下 应该起的种种 律动 那个心仪 所以将来 你就自然就能够明白 我已经是 如是明了 我怎么还做 违背如是明中的行为 你怎么会知道 违背 因为你已经 入如是律了 你在潜在意识中 已经有入如是律了 所以将来 你才会知道 那个借条的可贵 他担担之间 为你审视 你在哪里 你要违背如是律吗 你违背如是律 就是违背如是明 违背如是明 就违背自己的发心 违背自己的发心 你就叫流浪 就是凡夫 你就还是流浪 你就还是凡夫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 无道修行当下 你当然在一切 感受现前处 你才能安忍嘛 因为你知道 他就是决心啊 说字说他何妨 明白啊 不会被字 被他所束缚吧 安忍啊 在安忍之中 还且能够限制限他 叫波罗蜜啊 打笔啊 所以在这个上面 你才能够在这个 你你之间 不随过去的 情想作意 再去流浪 那是真精进 不但你能够 这样子担当 这样子担当上 更证明你在 决心之中的体会嘛 精进嘛 那精进是精进 在哪里 精进是在知道 原来一片寄然中 根本就是大觉的作用嘛 你会不会还在上面 起什么任何的 妄想的名相 会有如实的名字的声音 那不过就是 决心随缘的动作而已 但是正在如实动作 随缘的动作现前时 你马上就知道 有个心中的亲民 看了这个声音起处 看这个声音也就是消落处 那叫做戒律嘛 那叫行仪 因为我知道本分是什么 所以他一定会起声音 但是声音起处 他就是他的落处 就是行仪啊 所以他在上面 当然明白那个禁律啊 然后他看到心里面 念念在这个上面 所有一些动作的智慧嘛 那叫般若 念念不住的智慧 法法不住的智慧 念念大明的智慧 叫般若 所以说到这个六度 你都要解释出来 你要如何以无性为自性 无道修行 不失 境界 假如你要在平常的 起经动力里面 你要不是这样子思维的话 你嘴巴讲说 我无道修行 不失 境界 安忍 你也找不到下手处啊 讲完以后 就是真的就是空话 就是真的是空话 所以有的人 听不懂大圣史 都说大圣的 太过 在那个 空中楼阁 听不懂 在哪里 怎么安忍不失 你明白大圣史 念念之间 是在决心中体会 你会比别人 比一切法中 更为戏 所以既然更为戏 所以在每个念头的 你就看到不失处 每一个起经动力 就看到不失处啊 你有道修行吗 你有忘记那个诀题吗 所以整个这个 《般若经》中 就是在为你讲述 这一段话 佛说使人见识成就 为什么是佛说使人 你念念之间 不违背原诀嘛 你在不违背原诀 当下 所有的一切六度 你都可以看到 现前种种念头之中的 每一个念中的 六度的应用嘛 每一个念头中的 六度应用 你要看不到 你就不能 不叫修六度 波罗蜜 每个念头当下 都有六度现前 你还有道修行吗 你还是忘记 你自己的决心的大名吗 所以 这句话 就让你起会原诀 就是让你贪嗔 吃满恩爱 一切极灭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你召集人者 召见 你根本本来面目否 你召见本来面目 这些名字都是极灭嘛 你不召见 这些名字就在 就在当下 你还要刻意去 启程种种力量 想要灭掉这些名字 你又不肯认绝 不肯认本来面目 你叫做望上加望 你真正听明白道理是 你才真正体会得到 真正叫有解脱道 你真正相信有解脱 那个相信是 真正心里面 起成信心的 又有信心 本来不是嘛 我怎么会忘认呢 不然要是不知道 你修到觉醒时 你过去说的解脱 你都会怀疑 我修到什么时候 这个业力才断 你自己都会怀疑 我一直抓着这个业力 修一直在 看着它 我这个还能 真的能断吗 所以你当你说 解脱道理 心里都不知道 解脱在何处 可是你明白道理了 虽然我还是跟过去一样 还没有真正正的解脱 可是我已经相信解脱道了 相信决心的 根本决心的 本来的清明解脱 本来无束无福的 根本的作用 那无束无福在哪里 就在先前 你妄想成为束缚的当下 那叫道修行 你心里深处 已然相信 一定 今生 你有希望了脱 你当然就知道 积身成佛 积身成佛 身体的身 你不要讲错了 我这个身体成佛 只要你这个身体成佛而已 所以你这个身形 身相量中所设的一切 身 相 种种一切法 你都知道当下是绝 叫积身成佛 你要因地心中 你所有一切身形相量 所设的一切 身相二法 你根本都不知道 当下是绝 你还在身相上面 用尽种种世间语言 说回头不回头 说流浪不流浪 你当下就不是成佛的相 你还想积身成佛 所以你当然相信 积身成佛 不是讲狂 但是你要讲错了 积身成佛 那都叫做魔 积身成佛 修这个法十万遍 积身成佛 修那个法多少 修持那个咒多少遍 积身成佛 你要明白发心 是你修一切法 那当然法法之中 它就毕竟 它就像染香人一样 法法传递 你要明白道理是 你念一句圣人的名字 那圣人的名字 它就起成回光 起成潜移默化 那叫接引 那我当然相信 你持多少遍 能够成就 在这个上面 若是用这种方法 来讲的这些数量 我相信一定有 它的增上 可你根本不认绝体 你根本都在 怪力上面所设的 你再说持多少遍 说成佛 你能信吗 你自己都会怀疑 自己都会 所以这种大教 这种理念 只要靠世子 不断的要把这些道理 留下来的 你当然留下这一点道理 这一个法脉之中 就不会断了 那就不是外道 那叫报三保恩 那真叫报三保恩 所以在这个上面 你要知道 佛说世人见自成就 求善之事 不躲邪见 求善之事 不是要你去求别人 叫善之事 所以与法胜善 私生正理 求善是善之事 与法的正善 私生正理 思维深刻 正当他的道理 那要求善之事 你念你之间 在自己每个起心动念之间 都能够与法的 圣善之中念念思维 那叫做心中的气求向 这个求是香气 香气 你能够真正这样子发心 你才能够碰到 时间上一切 现前善之事都能现前 你没有如实的学心 你也找不到一切 真正你以为 过去我们以为 在第三人称的善之事 你也看不到 所以我才讲到 儒家的那些学者 因为学习心吃胜故 他走到 临边水边 临下水边 都有善之事的提西 瞧夫一句话 余夫一句话 都能够使他大彻大悟 那不见得余夫跟瞧夫 一定是高人 所以你要是真正能够到处看到 上师的人是你心中 你是不是真的心里面 已经种下了 上师求学的种子 你那个念念之间 你懂得学什么 懂得支撑恳切 学习什么 那个念学习心 叫上师 所以你才会理尽一切能师 你没有这个上师 你到哪里找上师 所以才要求上师 哀设受 希望弟子心中 念念都有如是对所学 那种赤诚的 向学的心 那叫上师哀设受 不是说 我希望哪个上师保佑我 那叫哀设受 我看你现在就已经很哀了 很悲哀 孔子天天保佑你 你又如何 天天抱着你 孔子天天抱着你 你都不见得如何 所以那叫哀设受 先要知道三宝哀设受 你你之间跟佛法圣不相违背 哀设受 所以你你之间不能够离开 三宝所谓的所学 叫上师哀设受 先长上师 你你之间先要知道 要所学 你你之间在心中 要学三宝 那个向佛向法向生 那个愿力 那个学心 清清楚哀设受 因为先要有学心 学心是一个行者 最初的绝造线前处 然后那个决心明白 所以三宝更清楚 所以哀设受 你所学才能够更清楚 哀设受 你在这个上面 你才会发现 你在心底深处 有一股力量 念念为你增上 念念你护执 甚至你做错了 他在你潜意识地告诉你 忍者 错意 忍者 你造孽 这个声音从哪里来 是你前面明明白白的 上师三宝中来的 那这一念心是什么 护法 常用护 所以我要求护法 常用护法 为什么求 因为我要绝对 坚定要相信 弟子心中 常常就涌出 如是自己 你为自己 互念的绝招 我就怕弟子 涌出这种绝招 还有任何种种的不足 我希望十方三世 一切护法 菩萨的种种 智慧德项 会入弟子心中 让弟子也有 如是根本智慧的作用 那叫接引 你先要相信法界中的德项 能够入你心中 你心中才会被 如是德项接引 叫护法 常用护 你要发对心 每一个行为之中 都是绝招 你自己都会体会 将来那个发心 一定不一样 那都不一样 所以叫做 求善之势 不堕 邪见 什么叫做邪见 被决 将来要是再讲 原决经 不是我讲 你们大家再讲的话 就会比较好讲 什么叫邪 被决 什么烦恼 被决 什么叫颠倒 被决 就是两个字 被决 讲完 原决 我先辛苦一点 将来大家 这样大用法师 就可以比较 比较轻松 就不多邪见了 令令之间就在 原决体上体会 那叫邪见 正见就会告诉你 就在决心中体会 决心中体会 他决一定能见一切法 但是你在剑上立剑呢 无名本 就是无名本 本来决心 能够献前一切剑 可剑上 马上你就在剑中说剑 无名 这种维系 唯有行者 想要回家的人 才能体会 那不是想要回家 一般凡夫 怎么体会呢 他永远打算 在后面的之间里面 他怎么能够体会到 如是的维系 这种险路呢 险途呢 这种险难呢 那真正叫做险 明明都是决 就在那个决中 突然起成艰险 艰难 险恶 但将来回头时 你又虽然要破除 如是艰险 你还不能够离开过去 令你如是艰险的 所有一切作用功德 所以那叫难上 加难 这只有世子能知 所以若予所求 别生真爱 怎么叫别生 大家都会讲了吧 背诀 对吧 别生 这就很简单了 下面我算了 就讲完了 算了 都算我讲完了 下个礼拜 就可以轻松一点了 就不来了 开玩笑了 会来会来 那背诀 所以叫做若予所求 别生真爱 就背诀 背诀就叫别生 真爱就是什么 真就是还在这边 不断地攀着 现成的感受 执着心中的 种种的书分 托书分 托书分别 就是真 你说这个怎么讲真 心 成 成就是经过 分别 本来是决心之中的扑书跟分别 你躲在分别之中 彼此就能够启成 玄 跟弦 弦 再黑 弦越于白 再白 弦越于黑 其实再黑再白 本来就是你大决的书分 可你着在书分之中 就躲在种种分别 坐在种种分别 地藏经就讲 您叫月地利 月地利知道吗 婆罗门的妈妈 月地利 罪女 你忘记那个一大 那就是月地利 你明白那个一大 叫月地利 罪女升天以来 已经三日 升天嘛 就看到那个一大 那就不是 那就不是随分而分的月地利 地利就是分疆分土 就是分疆分土 在上面不断的 这个起成分别 所以叫别生 真爱 爱者是 腻在情之之身 情想之之身 腻 莫腻在 情想之之身 就真爱 所以若有所求 别生真爱 为什么别生真爱 这讲到真爱 你说怎么样能够 不拙于书分 怎么样能够 不默利于情之 情深 知道是觉就不默利 就是这句话 悲觉 你忘记是觉 就是这种感受 就是情深 就是书分 那本来的情深 本来的书分 是本来你的 施罗善线 可你却便堕在罪女 这不能入 清净绝海 那当然就不能入 所以讲到 敬诸业障 大概讲到这一句 你大概就知道 业障在哪里 你念念不认 决体就是业障 甚至于回家之时 你还在决体上面 在安所作所为 还叫业障 那种维系就是 你为什么不认决 你念你为什么不认决 因为不熟悉物 那为什么叫做不熟悉 就是刚刚讲的 怨不红身 什么叫怨不红身 就是你在原心的体位上面 你不肯念念思维 去念念 去投之以臣 那念念思维 将来就会不一样 在每一个感受当下 每一个心中发生处 每一个回头当下 你认为说 我要精进 我要修行 行为不变 念头现前 比如我要拜佛 你一样拜佛 可是在每个所作当下 你却提醒 决得是谁 你是在决中 看你的心中的变化 但你心中变化 你的行为之中 念念不减 善行一样念念不减 但是却在念念不减的 善行里面 他念念拖去善知 因为他在决中 善知都拖 将来恶知 岂能再现 善知都拖 表示你 岂会的是绝 恶知 他当然被绝 善知已经是被 离恶了 离恶就有点像绝了 像 面对的是绝 所以善知都拖 要是你真正慢慢体会的是绝 你是真正在一切 起心动念里面 水边淋下 你都能看到决心了 既然是看到决心 善知都不住 何况将来还有恶知 能够随他流转 恶心现前处 你也知道 绝恶的是谁 自信中所起的恶念 居然他不能够败坏 你的决心 那叫做智慧 所以将来你一样 不必去避开你自信中 随便能够起的种种恶念 你就会知道 众生心念之中 什么样的念头叫恶念 所以你当然才能够 讲尽一切众生心念 禁止不必避开禁黑 禁止不必避开禁色的恐怖 他不会是避开 这些恐怖不恐怖 这个名字 对禁止而言 没有恐怖不恐怖 他随缘所限 可以承担一些恐怖不恐怖 限出恐怖不恐怖时 禁止永远只是在 帮你解释 什么叫恐怖 什么叫不恐怖而已 他解释众生业力而已 他是在解释 所以根本你不必 去避开性恶 你为什么不会避开性恶 因为你就已经知道 无心为自信物 那我性恶性善 但是先前处你当然明白一切 性恶性善 自信他心 这样子你才能够入清净绝海 才能够真入清净绝海 今天本来想要把记者都解完 而且真的是 有心插花 花不发 看看下次无心的时候 是不是一下子 一念就可以讲到最后了 大众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弟子与众生 弟子与众生 皆供臣佛道 接功成功德 我密屠佛 好